天刚蒙蒙亮 云南省建水县洪庙村的村民就已经开始了新一天的劳作 他们正在采摘一种十分奇特的水生植物 在当地村民们把这种植物视如珍宝 因为他们的祖祖辈辈都是依靠着这种神奇的植物换取生活上的衣食 延续着他们的生命 洪庙村位于建水古城临安镇以东 仲宏伟告诉我 最初在这里只有他们洪庙村方圆一公里以内才能生长出这种天然的珍宝 这个象牙里究竟藏着什么样的清明鲜味呢 此时的我无论如何也要亲自去见识这建水的水中究竟长的是什么西式珍宝 诶 郑大哥 他们这是在干嘛呢 他们在采象牙 这里头还有象牙呢 你不是怎么去看一看吗 好啊 我真不在信 走 走 郑大哥说 想去看象牙 我的这身衣服可没戏 所以他特意为我准备了这种特制的水库 看着水田中正在寻宝的大哥大姐们 我自然明白了 这是要下水的节奏啊 挺深的看起来 就这么下去啊 对 就这么下去 好 火 来 火 这下面都是泥 我的天哪 这腿都拔不动了 在里头才能感受到什么叫真正的无法自拔 但不入泥潭 焉得象牙 为了美味 我决定勇往直前 象牙在哪 就在下面 就在下面啊 就这样摸就行了 好 哎呦 这都是泥呀 在哪呢 它长哪一般 就在两旁 在这个两旁的 这是吗 是 直接踩吗 直接踩 就 啊 我贴根那边给它踩下来是吗 哎 那我弄刀吗 拿刀割一下是吧 嗯 贴边 啊 这就是了吗 这就是 哦 原来郑大哥所说的象牙 指的就是长得酷似缩小版象牙的草牙 据说当地人因为其形状和象牙十分相似 所以也叫它象牙菜 草牙是出淤泥而不染的 它一年四季都能生长 但可以食用的部分却长在淤泥之中 我们这里边的土质好 矿物质多 哦 现在我们这里边呢 肯有很多氧基纤的矿物质的 哦 有利于这个 有利于草牙的生长 哦 你看这个土看见是肥肥的 哦 怪不得呢 哎 大哥 它这个是怎么长的呀 一次长两条 就是这两边过一条 过一条 哦 那它摘完了是没了吗 有 它的小牙又长出来 草牙含有多种维生素和氨基酸 营养价值十分丰富 这种天赐的物产 被洪庙村的村民视若珍宝 从而倍加珍惜 哇 这大哥采了那么多了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采的呀 我从早上七点就开始采了 去饭店里面 要拿到饭店里面去啊 对 真是跟时间赛跑啊 对对对 一般卖多少钱一斤呢 二十块钱一十斤 二十块 一般还挺贵的 我们进行一个一贯 草牙当中象牙卖 哎呀真是哈 你看 不光这外形长得像象牙 就连这价格也是哈 挺贵的 二十块钱一斤呢 草牙根据外形和老嫩程度来分等级 清洗和休整之后 便可以直接送往餐厅 或进入市场进行销售了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卖上个好价钱 哎 各位大哥大姐 你们今天采的多了吗 多 谁采最多呀 都一样吧 都一样啊 咱们这洗完了之后是不是就可以装了呀 对对对 就装在这框里头是吧 对对对 好 好 珍贵的草牙一般都有固定的买家 草牙 草牙出水后 郑大哥必须和时间赛跑 因为草牙非常容易氧化 所以越是早一刻送到食客的口中 味道就越鲜美 跟随郑大哥去给饭店送草牙 我很想看看简单独特的草牙 在大厨们手中能被演绎出什么样的精彩 虞家印是建水当地入名厨师 跟草牙相如以沫几十年 草牙有什么脾气 有什么秉性 它了如指掌 于大师独创的草牙宴 曾被评为云南省的名宴 而他的徒弟黄师傅 最近也将他曾经制作的一道 用草牙做的美味进行了一番改良 而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看看 草牙登堂入室之后 能来个怎样的变身 黄师傅 所以今天您打算做一个什么创新的菜呢 今天做一个双色草牙园子 双色草牙园子 咱们做这道菜 好像要用到很多的原材料 我看到有各种肉 是的 这有什么肉 这是 是鸡肉 这是乌鱼肉 为什么要用乌鱼呢 乌鱼的肉质比较厚 这个是肥肉 肥肉 这个是猪里脊 猪肉又要用的瘦的 又要用的肥的是吗 是的 天上飞的 地上跑的 水里游的 没想到草牙的助阵嘉宾这么多 于师傅告诉我 草牙身边之所以 会有飞禽走兽的陪伴 是因为草牙的含水量很高 而肉泥的粘性 恰好可以吸收草牙中的水分 将草牙包裹起来 黄师傅 这么大块猪皮 这是也要剁在这个丸子里头吗 这个不剁 这个是钉在这个 你看这么大 案板上 这个是用来捶 刚才我们取的那个肉了 用猪皮钉在下面呢 这肉捶的时候 那个砧板的那个沙就 就不会捶到里面去 这个做法很普遍吗 咱们都会用这个猪皮这样做吗 这个是只有我们这个用 只有咱们这个用了 只有我们这里用 也是一个创新的发明 这是用刀背这样剁的呀 黄师傅的双刀有节奏的在肉上反复敲打 用猪皮做垫子 再加上刀背的使用 让整个剁肉过程均匀有力 长时间的击打 会使肉质增加柔韧的口感 粘度渐渐释放 三种肉类开始混合 不分彼此 鸡肉的鲜甜 鱼肉的鲜美 猪肉的鲜嫩 三鲜合一 而这一颗颗草芽丸子的绝妙之处 就在于食材口感上的相互补充 本节目指定用品由连续二十年全国销量领先的恒顺香醋提供 那这样剁要剁多久才能剁出来 要剁到泥为止 剁成泥为止 那这是要剁很久的 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啊 那您这所有的都是手工打的吗 都是手工打的 那也是费 继续脚下来没有脏心 是吗 我可以试试吗 可以啊 看了我眼睛 你可以吗 就这样剁就行了是吧 就这样剁是吧 但是您说这个 咱们这个草芽是也要剁在里头吗 草芽等一下都要剁 都要半人一点 还是能抹掉一部分 把这个剁睡以后再剁 把草芽吸进去就剁 最后再要再剁 还是要锁 哎呦 天呐 那是体力活的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只有这样 慢慢锁打出来的这个圆子 真的才是筋的 才有弹性是吧 对 等肉泥形成 就要将草芽切碎 混进肉中继续敲打 于师傅告诉我 肉和草芽的比例最好是5比2 这是多年总结的经验 因为草芽过多 水分就会多 不好粘连 而草芽太少 清甜的味道和脆爽的口感 又会不足 一个半小时的拍打过后 您还能够分得出哪里是肉 哪里是草芽吗 现在可以了吗 这个 可以了 可以直接捏圆子了是吧 可以捏一只了 好软 就是这样 看一下您的手法 在里头 这个捏圆子有什么讲究吗 有讲究 怎么讲 这个要把它 在手里面要捏好几下 它筋骨才好 筋骨外形 筋骨外形 和技巧了 而等捏好的一部分 园子下入沸水后 双色草芽园子中的 白色部分 就功德圆满了 而这双色园子中的 另一部分园子 还得经过高温热油煎炸 真的是 这个丸子水分特别足 我觉得 就这样炸就很好吃的 但如果你以为 双色的另外一个颜色是金色 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番茄沙丝调汁 加入少许盐 糖 红醋调味 再加入淀粉 使汁液粘稠 红色汤汁 瞬间赋予了草芽园子 一种富贵吉祥的感觉 清淡滑嫩的白园子 和外酥里嫩 酸甜可口的红园子 双素双飞 无论视觉还是味觉 都是对比强烈 相辅相成 哇 这一桌草芽宴 所有的菜都是用草芽做的 太不可思议了 而且有的其实你根本看不出来 草芽在哪儿 对吧 对 这些好像只是草芽宴的一小部分吧 只是一小部分 那我们的草芽宴 一共有多少道菜啊 有什么 几十种啊 几十种啊 当时就是这个草芽一开始的时候比较担心 因为我们师傅是鼓励我们去多创出几种口味 平常生活中就是想到什么的时候就做了就做了 大众认可了 嗯 客人认可了 说口味可以了 才可以上这道菜 哦 一席草芽宴 让我大开眼界 看似普通的草芽 居然能被演绎出不同风格 不同造型 不同味道的菜品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 如此简单 肃静的一颗植物 却能让大厨们进行头脑风暴 幻化成一道道色香味齐全 并且创意十足的真羞美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